中国人爱吃啊 去年2018年中国大陆餐饮业的银额是 一兆5390亿人民币 而且连续16年是以两位数字成长 那么其中呢 广东人花在吃的方面可以说是最为惊人的 究竟这个广东特殊的吃的商机如何 带您了解 广东人的一天是从茶楼开始的 看爆聊天闲客牙 一家大小好朋友相聚 一定要吃吃喝喝才行 长粉叉烧包牛肉丸 还有这种新式的流沙包 每一口在嘴里都有爆浆的感觉 管他外面怎么不景气 上茶楼花个几十块钱 一中两件这是一定要的 当然了吃的最重要了 一席住行的嘛 所以你们是十一住行 十放在地位 茶楼生意这么好 难不成广东的景气不受影响 搭上计程车 问蒋大哥却是哀声叹气 最保险啊 都少了两千块最保险的啦 有的都少了 如果按往年六千块钱 一个月啊 起码少三千 那怎么办 生活怎么办 会不会难过 现在是玩过几点啊 你没办法了 收入少了一半 只能勒紧裤带 但你问他吃的预算 能不能省 那肯定省不得 进军广东已经十二年 在这里攻城掠地 开了将近一百家的连锁店 台商吴博超说 广东人的爱吃 在SARS期间 他可是真正领教过了 那时候SARS期间 在广州的D8 在所有的酒吧 甚至在餐厅里面 都人山人海 而且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广州的生意 完全没有受影响 连命都不要了 就是爱吃 广东人是彻头彻尾的 美食主义者 只要被认可的店 通常像这样 满满满 还得拿号码牌 等上一两个小时 是家常便饭 一家台四歪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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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八 一家八韩 中国人说食一住行 对广东人来说 食当然要摆在第一位 他们宁可缩一 也不愿意结食 即使在金融风暴 横扫全世界的 餐饮业的今天 在广东 餐馆的生意 仍然是红红火火 一枝独秀 以上是中天新闻 王好勤 钱一军 我们在广州的采访报道